刷屏 牙毛董事长狂对网友 这样的人马 我的股票是我们的耻辱 到底咋回事 10月17日 经平台认证为董事长李建明的用户 在雪球上与粉丝互对 言辞激烈 二级市场上 本已接近1000亿市值的牙毛通测医疗 已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 最新市值791亿元 报246.65元每股 17日中午11点57分 李建明转发一位名叫埃之脸能投游击大队长的网友 发布的题为通测医疗股票 是股市杀猪的最好教材的文章 并说我来替你转发 看到了人多一点 对此 通测医疗董秘表示 不知传言来龙去脉 公司严格遵守上交所信息披露规则